今天的视频是一期大型的夏季服饰购物分享 没错 夏天清凉的小衣服终于来了 有20多件都是我的新头号 本期视频绝对值得观看 还有你们问到的一些夏天美白防晒的tips 另外除了单品讲解 我还会尽可能多的给他们做一些搭配 那么如果你们对本期视频也感兴趣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先从几件T恤开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是不是夏天的颜色 HU和芝麻界的联名连一标都有个小爱摩 而且是元气少女必备的一个橙色 这一件是较为修身版正的款式 他们这一系列的联名款都超可爱 面料的质感是这几件里面我最喜欢的 做工也不错 我给他搭了几套都非常休闲 T恤加牛仔裙算是夏日的基础套餐 加个铜色的袜子上下呼应更吸睛哦 另外T恤比较复杂了 鞋外要有纯色的才不会太繁复 同样是胡外义我和芝麻街联名的一个背带裤 我跟你们说 这一件我打开真的是太高兴了 他就很少女啊 但这些小细节你看了以后就非常开心 他是一个浅蓝色的裤脚做了卷边处理 大口袋非常可爱 也剩在版型 我算是比较怕买背带裤的 怕版型扭捏 而这一件却深得我心 另外背带裤的搭配性也是很强的 各种短上衣 一次肩吊带老爹背型或今年流行的BM风都可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我最近超级迷恋这种宽大男友风的T恤 随意搭建西装短裤再踩一双厚底老爹鞋出门 就很青春洋溢 不扎一角的效果是这样的 不会长得很夸张 夏天最喜欢用白色搭配各种彩色 白色的纯净就更凸显其他色彩 这件紫色的云中天使还正好有白色的元素 一眼就锁死了那种 这件绿色彩虹字母的超显白 简简单单就能穿出干干净净的林家大男孩的感觉 图案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它的版型跟上一件是一样的 这两件无论是版型还是图案都是比较街头风的 酷女孩必备 这个状色稍微有一点夸张但不过分 回头绿高高高 这一套是我日常非常爱的 简约不简单 高腰裤拉腿无敌 加一只精致的鲍纹叶下包随意而不松垮 浅绿色的这一件简直写了我的名字 它的字母是奶白色的 它是这几件里面袖子最长的盖过了手肘 所以必须折一圈上来会更精神 折完以后的版型比较完美 这三套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搭配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对了它的图案其实是一头犀牛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猫和老鼠里面的狗 面料和舒适度确实不如前面几件 但毕竟很平价吧 它的性价比我觉得已经很高了 接下来是几件意料之外特别惊喜的 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的心情好了很多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最近收到的衣服都不赞 这个是一套的一个短袖和半裙 它是可以分开买的价格都是119 面料你们可以听声音就能感受到 就这种 同款还有黑色的 成套穿是好看的也不难驾驭 我记得模特简单的搭一个灰色的西装外套 有一些通勤风的味道 我个人还是适应比较休闲风的 拆开穿的话我超推荐这件短上衣 它的领口是个T型的 袖子先松后微收 似灯笼袖但也不一样很有设计感的一件短上衣 搭条牛仔裤都能提升精致感 搭背带裤简直减零到爆炸 白色半裙夏天也可以背着反正百搭 这一件的长度是不规则的 穿法多样比较难解释清楚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侧开叉走起路来 隐隐露腿就很好看 这个褶皱衬衫和上面的那套裙子是一家店铺的 价格是149 同款有一个黑色和橄榄绿色 这一件的面料只可你们意会了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衣柜里最不浇气的一件衬衫 设计感也很强 领口自行抽层调节 袖口是松紧加喇叭袖 可休闲也可正式的一件衬衫 我特地翻出了压箱底的西装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然后就是我今天身上这一件泡泡袖的短上衣 面料和颜色都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我吊牌都剪了拍细节的时候才发现给我发成了M码的 我就说怎么略微有点大呢 哭了 它的面料是夹银丝的 显得更华丽 但是银丝较硬 袖子内缝合的地方有一点点渣 老通病了 我给它做了几个搭配 看看你们喜欢哪一套吧 这一套鞋子合体里面出现过 白色的领口和袖口 给这件上衣很多搭配的可能 这一套就比较通勤风一点 西装喇叭裤也是同家店铺的 威拉小开叉 难得对离形身材还挺友好 你们看我的脚踝 小个子给这个长度点个赞 另外这个款式也完全可以穿得休闲 其实这一次他们教我到手的还有一条断面的半裙 还没有买到合适的搭配就先不说了 总体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这三件衣服的质感都很好 整体风格适合亲熟或者通勤的姐妹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本场唯一一条连衣裙方铃小泡泡袖 腰围是抽绳的 可以自己调节大小 这条连衣裙可以说对身材的包容度超高了 什么拜拜肉 大腿小腿一起遮 紧紧露出锁骨 腰线和脚踝 这些比较纤细的部位 迷惑性极强 而且它是超高腰的 又那么长 腰围自己调一调 胸一下全是腿 不是梦 不然我胆敢穿平底鞋呢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做工不错 内穿也OK 穿下最后一件西装外套 我发誓是最后一件我不买了 我感觉会更轻敷 而且它看起来也会更有高级感 它对我来说唯一的缺陷 就是袖子太长了 小个子太难了 这件的花色里面还带有蓝色的丝线 相机呈现不出来 领子小小的 不像一般西装那么正式 颜色也随和 各种内搭套一套出门 很难出错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很想问一下 你们那里还穿得下西装外套吗 来了来了 夏天防晒必备 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看的运动风外套 春夏秋都可以穿 面料就是清凉垂坠不易皱 非常好穿的一件 完全可以避眼乳 一般夏天室外 哪怕走个十分钟去上课 我都会擦防晒 打伞穿外套 不知道广州太阳有多毒辣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我在无中生有 但是防晒真的比美白要重要一万倍 砸再多钱去买美白精华都没有防晒效果来的立竿见影 好好的防晒 一个夏天你都可以比别人白一两个度 好的扯多了 其实除了防晒 它的时尚感也是有的 运动外套加背心加扩腿拖地裤加老爹鞋 这条耍裤公式请大家圈起来哦 如果你确实是不方便打伞 那你可以买这种宽颜帽 一定是这种能把整张脸都挡住的 它外面是一层软软的钢丝 你可以随意的给这个帽子做造型 如果你觉得穿外套很闷热的话 还可以买这种冰袖 就这种套在T恤下面 像这个款式的搭刚才这件衣服就完全不会突兀 宽颜帽和盆帽这两年风都挺大的 时尚感自然也是有的 记得上期还有不少朋友种草了呢 我整理了一下 还有一些没有打开的冰袖和帽子 如果你也想试一下 可以弹幕扣个1哦 包包一个是这个奶茶色半圆形的 两种链条 这个我最常用 然后还有一条很柔软的皮质链条 这个颜色超适合夏天 非常百搭 要不是刻意换包 我能用它走遍这一期 我是很喜欢用丝巾来点缀包带的 它和各色的丝巾也相处得很友好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面打开里面有一个大格 一个夹层和一个拉链层 背面也有一个拉链层 功能性还可以哦 酷酷的小黑短裙 我想买很久了 它一边是一个百折裙的款式 一边是一个小裤管 其实它的结构是 裤子上面加了一片百折裙片 安全度很高 完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裤管下面有一条扭扣调节的袋子 这款式真的是喜欢的朋友都不用我多介绍 另外它的腰身也是恰到好处 这个夏天一起做个可可爱爱的小辣妹吧 接下来是这件牛仔拖地裤 它的价格是98 腰间有这样的扣子 可以调节腰围大小 它可以当成拖地老爹裤来穿 效果不错 很有内味 也可以卷三卷起来 当成直筒裤穿 路脚踝 显瘦也显精神 夏天小上衣横行 这种裤子百搭必备 水洗的颜色也不错 我穿的话必须两个扣子都扣起来 腰围才刚好合适 所以体重多一些的姐妹也不胖哦 紫色的针织软袖T恤 它的价格是79 而且这一件的面料不是那种厚重的 这种就是完全夏天也可以穿的那种面料 穿的时候一定要上下打开一颗扣子 否则太死板了 这个颜色超级温柔显白 这一套我给它加了一朵可爱的小花花 另外它也可以作为一件小开衫 不太敢直接穿吊带出门的姐妹 可以批一批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米色的这一件就很特别 它除了可以这样当短袖穿以外 还有两个假臂可以扣在这里当长袖穿 这一件我还买了个价位更低的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结果果断pick了这一个 另一件一个是太薄质感差 一个是泡泡袖的肩没有那么翘 穿出来不仅没有直角尖的效果 还显得整个上半身好圆润 不过建议大家买大一码 我穿的是S码的有点勒 这一件也讲一下 但我大概率不会留 这一件的上身效果真的是绝了 我都想收回退货的心 不过它的味道我闻着确实对不起价格 背后是个V字的漏背 会挑内衣 告诉大家一个小刀消息 我已经在测评各种胸贴和内衣了哦 它会早点来的 鞋子合集很多朋友在问的这条 白色短裤价格只要59 神仙的是它还赠有一条皮带 而且这个皮带的利用率真的很高 它是A字的 长度正刚好 所以非常藏容 今天出镜的白色短裤都是它 它只有一个不重要的缺点 就是面料类似于薄牛仔 做久了起来会皱 但是如果是西装面料的话 一般会做得更长 没有那么显高 总之整体我是很推荐的 下妆还有一条卡其色的工装裤 忘了讲了 因为这条是我要退的 你说这样看是不是一绝 超弦腿长 腿直 这哪里是离心腿 简直爱了爱了 不为人知的是 我在背后夹了夹子 如果只是腰围大的话 我肯定会拿出去改的 可惜它就是大 面料多 屁股很不好看 我觉得它适合1米6以上 100斤以上的朋友 看上这个姜黄色单肩包的朋友 也不少 我收到它确实是具满意 价格你敢信吗 才60多 颜色就是非常复古文艺 无论是皮质细节还是包型 五巾都做的有模有样 容量很大 日常逛街或者上课都蒙满台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千万别忘了留言告诉我 你最中草的那件单品哦 另外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妨帮我三连支持一下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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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